我們看這一題 他問說572的相異直因數共有幾個 那我就給他因式分解 572做直因數分解 這可以被4整出來 其實可以用4 41441641312 可以用11 13 這個是2的平方乘以11乘以13 所以他的直因數有幾個 有三個 2、11跟13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A 有三個直因數